今天我们就一起 把这些邪魔外道 斩草除根 消灭魔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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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草除根 我们是魔教妖人 那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 算什么 见风是多 以多其少 你们今日所为 定会受到天下人的耻消 要是真有本事 那就站出来 与我阴天正 单打独斗 我要是输了 那就是老天有言 有心要灭我明教 要是你们这些 所谓的名门正派输了 马上给我滚出国民顶 放肆 放肆 师太 倘若今日我们圣之不武 你难免落下口舌 不如就依了殷老前辈的意思 这样 也不损我们正派的名声 好 就让那些魔教妖人 邪魔外道 赐得心服口服 师太 那就有晚辈 请吧 那张某人 不客气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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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这怎么办呢 殷老前辈 神功卓绝 在下佩服 张四下的内加修为 超凡脱俗 老夫自愧不如 阁下是小旭的同门师兄 难道今日非要分个胜负吗 刚才晚辈多退了一步 以示输了半招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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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 鹰掌们 既然你刚才提到了我张五哥 那么晚辈刚好跟你算一笔旧证 我张五哥和余三哥 都是被你天鹰教所害 我师父他老人家宽宏大量 不再追究 我陌生骨一直耿耿于怀 希望早日替他们讨回公道 鹰掌们 得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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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pped 爹 爹 爹 丞盟前辈 手下留情 尹老前辈 这次六大派冲着明教而来 天音教已脱离明教 自立门户 江湖上人人皆知 尹老前辈 你何必趟这趟浑水 宋大侠的好意 老夫心领了 老夫身为明教的四大护教法王之一 当下明教有难 岂能置身赌外 定他一身护教 宋大侠 请吧 前辈以栗战数人 此刻过招太不公平 咱们只叫两招数 不比履历 不 宋大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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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师叔 不 三师叔 不 三师叔 三师叔 快 三师叔 不 三师叔 三师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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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老头 我姓宗的跟你算叫救账 宗秀 殷教主现在已经受了重伤 你若是现在伤他 那便是胜之不可 什么重伤 这个魔教之人 就会故动全虚 装模作样 他既然断了我三弟的四肢 那么 这是我空同派和天音教之间的过解 怎有你武当派插手 就是 是 宗兄的七伤拳可是天下文明 殷教主眼下已经这般模样 怎还经得起宗兄的三拳呢 于二相 六大派来西域之前 可是立过盟事的 你现在反过来帮这个魔教头目吗 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礼子 不管你武当派有多硬 也不能事事行行 宗兄 宗兄 现在是咱们跟明教一劫生死从昂的锦要关头 咱们仅向明教讨战 贵派和天音教之间的恩怨 还请以后再算 你 你 你老千贤 请你率领跪教人众下山去吧 好啊 既然我动不了你天音教 那我就毁了明教教主的牌位 灭了你明教的生活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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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当派往东搜索 峨妹派往西搜索 不要让一人漏网 昆仑派预备火种 闻烧魔教酬血 少林弟子各取法器 诵念往生经文 替六派英雄和魔教教众 超度 画出冤孽 诵念往生 几年驻 supping 吟教主 在下送敌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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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аб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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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再战 好 有种的借我三个青山传 你老前辈 待晚辈先替您接几招吧 如果晚辈输了 老前辈在上也不迟了 小兄弟 你不像是本教的教徒 请问 你是哪一位的门下呢 我不属于名教 也不属于天鹰教 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 今日能与您并肩作战 乃是晚辈的龙行 你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老夫今天让你知道 知道我空铜派七伤拳的厉害 空铜派七伤拳的厉害 在下久养了 少林神僧空剑大师 不就命丧于贵派的七伤拳之下吗 怎么是七伤拳啊 七伤拳 七伤不肯呢 空铜派的 怎么会这样 空剑神僧是被谢迅恶贼所害 江湖上无人不知 与我空铜派有什么关系 你说是谢迁辈杀的 是你亲眼所见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说是谢迁辈杀的 还要嫁祸给他 空剑神僧原济之处 刘成了 成坤 杀空剑神僧与死九个血子 谢迅到处留下血案 竟然如此冒出他师父之名 江湖上谁认不知 这有什么可疑的 请问 是你亲眼看见谢迁辈写的吗 这 这些字谁都会写 若我偏要说是空铜派写的 那又怎样 你 写字容易 但练功却难 去 空治大师 敢问神僧空剑 的确是被空铜派七伤拳所杀 是不是 阿弥陀佛 而金毛世王谢迁并非空铜派 是不是 这 许增的 是谁指使你在这儿抢出手 没有谁指使在下 在下只希望六大派 与名教罢手言和 就凭你 等得了我齐伤犬再说 宗前辈 齐伤犬有害无疑 不宜再联 却要无疑 齐伤犬是我空洞派的绝技 怎么能说是伤害自身呢 当然 我掌门师祖慕领子先生 以齐伤犬 威根天下名扬四海 受至九十一岁 怎么能说会伤自身呢 你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慕领子前辈想必内功深厚 自然能练 不但无害 反而强壮脏腑 可以晚辈之见 前辈的内功 如果没有达到那个境界的话 执意强烈 恐怕 终归无用 你的言下之意 是说老夫的内功还不到这儿 敢问前辈练弃弃伤拳的时候 云门学 武力学 清灵学 是否隐隐作痛 你怎么知道 知道 知道 咱们知道龙龙派的龙吗 不可能 你干两个 二哥 你与这小子啰嗦些什么 他竟看不清我们积商拳 就让他吃我一拳 尝尝尝尝尝 把刹 mé shi tony 不斑 有 在下不属于任何门牌 正说啥 能领教老夫三拳七拳拳吗 你们一大气小 你都气少 算什么英雄好汉 小张 七伤全上不了我 你放心吧 敢问前辈肩头上的云门穴 是否不再隐隐作痛 曾少侠身功果然惊人哪 刚才老夫有些失礼 可曾少侠不计前嫌 以内力为老夫疗伤 这种以德抱怨的大仁大义 老夫感激不尽 老前辈 快起来 如果老前辈信得过晚辈 待今日仪式有个了结之后 晚辈再设法相救 只不过 宗前辈此刻几经八脉都受到了拒诊 必须立即调息运气才是 老夫 谢谢曾少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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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份情谊 日后定会回报 可是 孔同派与魔教的恩怨 岂是你这一点点小恩小惠 便能化解得了的 各位前辈 请听晚辈一席话 你们与明教之间的恩恩怨怨 全因成坤一人而起 你们都中了他的计了 中计 这怎么会中计呢 成坤与明教教主杨鼎天有私怨 所以处心积虑要置明教于死地 只可惜 他依人能力有限 所以一心挑拨六大派与明教的关系 他借他徒弟谢迅之手 让明教与六大派结下粮子 为了使谢迅成为杀人狂谱 不惜伤害他一家十三口 昨晚成坤昏入明教祖堂 亲口吐鲁此事 杨卓氏 为府网 吴散人等 全部亲耳听闻 此事千真万确 若我有半句虚言 天诛地灭 这些人都会在这儿 你这些人都会在这儿 一定要搞清楚 曾少侠 那么请问 这成坤线下在何处 成坤后来投入少林门下 法号原真 少林 是不是 这是我 是 原真师旨是我空剑师兄的入室弟子 佛学深战 除了这次原真名教之外 多年未曾出过四门一步 怎么能是昏原霹雳手成坤呢 曾师主 你不要在这儿胡言乱言 一再污蔑我 少林门派 大师不必动募 还请原真出来当面对峙 便可真相打败 原真师旨 为我六大派 鼓战妖孽 以及 历尽 原济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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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子化当真 大师子化当真 波米陀佛 真是 真死了 真的死了 原真虽是最有应得 可他现在不明不白地死了 从此死无对诚 真相反而不宜大白 敢如何是好 曾施主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年纪轻轻 想不到心地居然是如此险恶 明知道冤真已死 你将一切罪过吞向给他 老衲实在是看不过眼 曾施主 扔这儿呢 来 臭小子 你这是在逃跑 不是在兵武 好 晚辈就接前辈几招 如果晚辈输了 自然听从前辈的吩咐 倘若胜得一招办事 便请少林派 退下光明顶 少林派的事 由我师兄做主 不过 你要是破了我少林的龙爪手 老衲即刻回少林寺 终身不出四门一步 接着 你怎么回我少林的龙爪手 天下武学殊途同归 强奋派别乃是仁为 这一路少林龙爪手勤拿功夫 也未必是贵派独有 补 or 的 救命 他 刀 我认识 秀 商量 秀 秀 秀 曾施主 高明 老衲输得心服口服 老衲一向自负 以为所学少林龙着手 当世是无人能敌 少林龙着手的威名 毁于我手 这手 毁了也罢 大的勇 是 猁被以少林龙着手胜过了大师 与少林威名合損 倘若并非以少林决议 与大师对功 相信天下再无第二武功 能胜过大势 曾侍主 仁义过人 劳纳佩服 阿弥陀佛 曾少侠神功盖世 在下深感佩服 不知是哪位前辈高人的门下 可否见告 改问阁下事 在下华山派掌门 仙于通 胡先生 曾向我提起这个人 对他恨之入骨 曾少侠始终对自己的尸臣 来历有所隐瞒 这难道其中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我又没在苗疆身中剧毒 也没害死金兰之交的妹子 哪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既然少侠 不肯建告师门 那在下 便亲自讨教 倒是晚辈该向前辈请教 华山派武艺固然高明 但是仙于掌门恩将仇报 忘恩负义的功夫 恐怕无人能请 不肯建 struggle 特别隐瞎 兵于掌门 在下有一件事情向你请教 你当年身重剧毒 久死一生 胡青牛先生三日三夜 不眠不休地治好你 又和你一劫今来 你为什么如此狠毒 要害死她的妹子 武林中人 讲究有恩报恩 有怨报怨 蝶骨一仙乃鸣教中人 你深受鸣教大恩 今日反而率领门下的弟子 来攻打鸣教 像你这种情受不如的人 亏你有脸面当一派掌门 一派胡言 对不起 你怎么回来的东方 是吗 是吗 大哥 这 快救我 弄死我了 快救我 快救我 这就是 快救我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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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山派自负民门正派 想不到还有一手 放骨下毒的决议 各位请看 大哥 这 真的有毒 堂堂一派掌门 居然使出 如此卑鄙的手段 你休不休 求你 求你快杀了我 快杀了我 我倒是想给你一致 但不知这扇钟 究竟是何毒物 恐怕难以解救 这 这是金蚕骨毒 你救不了我的 你快杀了我吧 杀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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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你要答应我个条件 就是我问你什么 你必须老实回答 倘若有半句序言 我便撒手不理 任由你受罪七日七月 到时候肉骨见腐 此我也可不好受 你若真能救我 你说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那请你老实告诉我 你这一生中 做过什么亏心事 从事找来 没有 老前辈要是不说 晚辈爱莫能助 等一等 等一等 我说 我说 白玉还师哥 是我用金蚕骨毒 害死的 是你杀死的 为什么要说死于明教之手 白师哥 知道我害了胡青牛的妹妹 我只能杀她灭口啊 白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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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饶了我吧 是 是我杀了你 谁叫你当时 逼我逼得那么狠呢 你要是说出 胡家小姐的事情 那师父肯定饶不了我 我只能杀了你 杀你面孔啊 白师哥 你饶了我吗 饶了我吗 饶了我吗 白师哥 华山派各位 白元前辈 并非明教所杀 你们与明教之间的恩怨 乃是误会一场 现在真相大白了 此人乃本门叛徒 我们清理门户 你为何要干预 第一 我已答应治好他身上的骨毒 说过的话不能不算 第二 贵派之间的门户纷争 还请回到华山派之后 再清理也不迟 曾少侠 你帮我华山派弄明白了 门户中的一件大事 使我白元士之能够沉渊得雪 在下感激不尽 可是你当中让我华山派出丑 我兄弟俩跟你拼了这条狼命 你 没错 我们两个可要打你一个了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 马上认输就行了 师弟 我们献除外戎 再清理门户 好 两位前辈 如果你们输了 还请华山派 从此不再为难明教 好 我们两个打你一个 你是绝技活不了 我们兄弟俩有一套 两敌刀法 变幻莫测 镰刀攻敌 是万夫莫当 我们就怕 你要单打独斗 一个对一个 现在你既然答应我们 一个打我们两个 那你就输定了 说过的话 可不许反悔 反悔是小狗 婉妹绝不反悔 还请前辈刀下留情 我们这套刀使用起来 是越来越伶俐 绝不容情的 绝不会客气的 是绝不会 住开 少说一句成不成 少说一句当然可以 但是我瞅着这小子人不错 一刀砍死了实在是可惜 所以事先提醒他 让他早做防备 咱们这套两仪刀法 乃是反两仪 事事不宜常规对吧 住开 让我说 那你说 不要说我们两个欺负你 你持手空拳 肯定赢不了我们的双刀 你快选一件兵器也罢 去吧 去吧 多谢前辈 那 晚辈便以这折扇 为兵刃 你这扇子里 有金蚕骨毒 万一散开来 那可不得了啊 前辈说得是 那我用什么兵器 便由前辈来决定吧 嗯 那就让他挣点便宜 嗯 那我就给他一件 趁守的兵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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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y 远ouye 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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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吻 Bou 啊 啊 你 得罪了 晚辈跟两位开个玩笑 你 此人我够深厚 行僧的 算你有本事 你要怎么处置我们 细听遵 晚辈只不过希望化解贵派 与明教之间的过节 别无他意 华山派与明教的恩怨 岂止是你这小子能化解的 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 招数上倒也不算含糊 多谢何夫人赞赏 只是不知与我昆仑派的 正两仪剑法 谁更胜一筹 今天咱们四个 就拿着小娃娃威威招 切磋一下 华山与我昆仑的两派武功 好 曾少侠 请赐教 久仰前辈剑法神通 还请高抬跪手 请增少侠自选兵器吧 多谢 在下便以着梅之卫兵人 领教华山 昆仑两派的高招 这 复生无量天尊 西华子到场 黄口小儿 你好大的口气啊 难怪不把我昆仑和瓦山派的功夫 放在眼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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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舍不得下手 我可要下手了 老少人 赶开我 洗耙子 快退下 快退下 太极阴阳两仪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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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四位前辈招数精妙 立海之处就是在步伐和方位 您说对吗 你眼光倒是不错 能够看出前辈们功夫的精髓所在 嗯 匹琴先生下一步 便要前往闺妹位了 区埃派的臭丫头 你是这小子什么人 一再地维护她 吃里扒外 我昆仪派 我昆仑派不是好惹的 师父 我 芷若 别再问了 你也听到 昆仑派是不好惹的 是 师弟 你下招轻 轻点 行不行啊 我看的是他 不是你 别说了 李瑞坐手 去 去 快 快 下来 这臭小子武功这么高 拼了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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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两位前辈不必惊慌 金蚕蛊毒虽然入肚 但只要不运功 毒素在六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 待今日仪式了结之后 晚辈定当设法相救 你 这金蚕蛊毒 天底下恐怕只有他能解 不能杀他 曾少侠 志勇双拳 我昆仑牌 服了 走 快快快 我峨眉不服 姓曾的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与我们作对 看来今天是活得不耐烦了 那日大难不死 算你小子走运 可是今天 我要让你看看 峨眉派剑法的厉害 晚辈绝非师太对手 师太曾对明教锐金旗下 众人手下留情 还请再次高抬贵手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胜得过我再说吧 出招吧 曾少侠 这名白红剑 虽然不及老太婆的 倚天剑有名 但在这江湖上 那也是件利器了 今日就送给你了 少侠 这倚天剑下 亡魂无数 还望少侠要多加小心 多谢殷前辈 多谢殷前辈 接招吧 今天咱们是剿灭魔教 并不是比武征胜 诸位师妹 大伙齐上 拦住这小子 让他不得取巧 乖乖地跟师父 叫了真本事 是 是 周师妹 这该不该拦在你 该不该让也在你了 是 不 啊 周师妹 这小子果然对你不一般啊 现在只有你手上有剑 你却站着不动 难不成你希望师父被他打败吗 师父 我 你敢欺识灭族 真是 周姑娘 贵派的宝剑 请转教遵师 止住 医剑把他给杀了 是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父 还认自己是峨眉弟子 你就一定把他杀了 师父 你想违抗使命 赶快把他杀了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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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如果你真的快死的話 我就更不能見死不救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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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宋兄的好意 但大丈夫吉人所难 死而后已 我早已决定 与明娇共存亡 曾少侠 你对我们已是仁至于尽了 明娇上下万分地感谢你 今天 既然事已至此 你就不必再为我们 出这个头 你先走吧 千伯 先送他 就让老夫来接你几招吧 前辈 英龙 前辈 你没事吧 前辈 你要杀他 就先杀了我 妖女走开 别在这儿吃 小周 你 你怎么样了 你心曾的 你处处袒护魔教 我就先解决救你 小巫人 宋大侠千千君子 天下无人不服 可没想到你却如此足宝 请对一个弱女子下手 废话少说 看脚本 金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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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日之事 我武当派已尽力 想兵魔教气数未尽 才会半路杀出这么一个奇怪少年 待着少年伤愈之后 我武当派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再决胜负 优帝 姓曾的 尹丽廷跟你无冤无仇 我若再伤你 便枉成侠义儿子 但是我跟进姓杨的 夺妻之恨 记天经抽 一定要报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酸 绝不让个派 再上名叫艺人 也杀了你六弟 啊 快点 这小小 公司 廖师傅 你杀了我吧 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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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忌啊 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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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 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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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吗 无忌 无忌 海哥 是我 无忌 我无忌 我 無忌 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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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凶 你这个诸葛不如的银贼 今天我就要杀了你 给晓芙报仇 六弟 六哥 住手 你是谁 纪晓芙是我娘 你要是真的想替我娘报仇的话 就去杀了这个老太婆 她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 五弟 你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老太婆一掌打死我娘的 胡说 我说的千针万确 那日在蝴蝶谷中 这个老太婆让我娘去杀死我爹 我娘不敢 她就一掌打死我娘 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当时无济哥哥也在场 你说不信 你再亲口去问问他 师太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没错 晋晓芙是我亲手打死的 他欺失灭祖 亏我峨眉声誉 还死性不改 生了一个孽种 阴柳霞 我是为孤雀你的面子 才不告诉你的 他爱上了妖人 进了魔教 你还对他念念不忘 有什么值得呢 我 我不信 我不相信 你要是不信 你就问问 他叫什么名字 你 我叫杨不慧 不行 这不是真的 六弟 这不是真的 六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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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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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婆 快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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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弟 好想你们 五弟 你伤势严重 无法下山 我们只好 把你留在光明顶调养 六大派 也会细数承诺 暂且不会为难名教 所以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等伤情痊愈之后 要尽快回武当 好让你太师父安心 太老 太师父 但老人家可好 师父福提恩康 一切都好 你放心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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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弟 即日一战 你已名阳天下 对明教更是恩重无山 希望你能借此机会 对他们多加规劝引导 让明教 归入正途才是啊 五弟尽存教会 一定尽力而回的 五弟 江湖险恶 以后自己要多加小心 一定要实施提防 那些精恶小人 那我们先行告辞了 快躺好 别乱动 躺好了啊 大师父 保重 保重 这位姑娘 无忌就暂且交给你了 烦请姑娘好好照顾她 宋大侠 请您放心 多谢 多谢 走了啊 告辞 都保重 好好养上 公子 你怎么样 是不是很痛 没事 并无大碍 你怎么了 你刚才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会死 傻瓜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嗯 傻瓜 快攻 舅舅 吴季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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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孙 让外公好好地看看你啊 好好好 我都忘了 你这身上还有伤呢 来来来 赶快坐下吧 来 这么多年了 一直没有你的消息 我以为你早就 也许是我命不改决 好 无意间得到了九阳真情 练教了神功 已经将体内的寒毒 全部化解了 真是疾人自有天相 若是素素全下有之 一定会为你高兴的 是啊 看来这九阳神功果然厉害 不但治好了你体内的寒毒 而且还令你武功大为精进 你竟然可以以一人之力 抵御六大牌 明教跟天鹰教 能够躲过这一劫 多亏了宋儿你 舍命相救啊 是啊 这是无忌应该做的 对了 你们的伤怎么样了 我这把老骨头还撑得住 就是你舅舅 他中了成坤的幻音纸 伤及了心脉 恐怕要好好地 调养一段时间了 舅舅 我帮你疗伤吧 无极 没事 多谢无极 多谢 等待 我帮你疯狂 我帮你疯狂 让谁疯狂 我帮你的疯狂 回你疯狂 这个地方 心疯狂 公子 你重生还没好 内力还没恢复 还是再休息一会儿吧 杨伯伯 不悔妹妹 你们怎么来了 杨潇 待名叫全体教众 叩谢张少侠 护叫救命大恩 杨伯伯 您快起来吧 无稽受不起啊 若非你仗义相救 只怕名叫早已冥 这份恩情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您别这么说 这都是无稽应该做的 来 先起来再说吧 谢少侠 起来吧 杨伯伯 既然如此 晚辈有一事相求 不用救 杨潇照办 好 我想请你们 解开小招的锁链 是 杨伯伯 之前名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几大高少得身受重伤 如果小招心怀不轨 早就置我们于死地 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 杨伯伯 无稽愿以性命担保 不用 少侠 千万别这么说 不会 解开铁脸 是 爹 钥匙不见了 什么 不是让你好好保管的吗 可能是一手混乱之中弄丢了 好 来来来来来来 小心点 慢点啊 小心 好 靠住了 慢点 干什么你 空姓大师 何以驱而又复返 快把元真的尸体交出来 贵派走的时候 不是已经把所有少林弟子的尸首 都带走了吗 当时各大门派一同离开 人多混乱 后来回去一看 单单少了元真一具尸体 你们把元真尸职的法体 给我交出来 我说你有病吧你 你这活得我们都不要 要那死的干吗 你 当猪当羊宰了 吃都行各样 舵不舵不喂狗吧 空姓大师 我们明教 没有拿贵派尸体的喜好 请回 你们一再污蔑元真 做了伤天害理之事 难道你们拿他的尸体 发泄不成 我已经说过了 没拿就是没拿 去问问其他各派吧 你们当真没拿 我都真希望那尸体落在我手上 舵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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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了当猪当羊喂狗吃 请回 走 我都没有 哎呀 真是可惜呀 都怪那臭小子多管闲事 哎 不过说来也奇怪啊 周师妹拿剑指着他的时候 那小子竟然不闪不躲的 我本来还以为周师妹 这次能替我们立下大功呢 这一仗是赢定了 但没想到周师妹还是行辞手软 要不然那魔教小子早就一鸣呜呼了 师姐 你不要这样说周师妹了 她心里其实也很难过的 她心里难过吗 我看她是心里惦记着人家吧 我看她是心里面说 你会不会有钱 我看她的心里有钱 你会不会有钱 我会不会有钱 你会不会有钱 你会不会有钱 如若你伤势复发 我们心中不安 就是 我们早一晚一 也不差这几天了 还是请张少侠 保重贵体要紧哪 我外公和义父 和两位都是平辈论交 你们两位又是我的前辈 你们左一句少侠 又一句贵体的 晚辈实在担待不起啊 我们以后 都会是你的属下 所以在你的眼里 没有辈分之分 杨伯伯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张少侠 明教教主之位 若不是你来担当 试问还有谁敢担当啊 这个不行 晚辈实在担当不起 绝对不行 少侠 我周天谁都不服 就捧你 你当这个教主最合适 是不是 张少侠武功盖世 一搏云天 与本教 有着存亡济诀的大恩 我们大家都商量过了 一致赞同张少侠 成为本教第三十四代教主 这怎么能行啊 我并非明教中人 什么也不懂 这怎么能担此重任呢 她是什么大恩 我爸爸 大恩 就是 小主 现在 我 嗯 我的 我的 我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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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别从三面鼓掌山来 弟兄大多有伤人神 快跌不住了 什么敌人 难道说六大派又去而复还了吗 举警帮 海沙帮 神船门 还有盖帮 三门帮 还有一些江湖人士 已经打到山下了 原来是一帮趁火打劫的 这帮虾兵蟹将是想翻天呢 我周年 哪天得收拾他们 也只是一些小妖小怪 我看呢 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外公 现在明教上下所有高手 各个重伤未愈 一时之间难以再缠 硬是要出战的话 恐怕凶多吉少 张少侠 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对了 我们快到密道中 暂且躲避起来 敌人未必能发现 即使发现了 一时之间也难以攻入 各位前辈 大丈夫能躯能伸 我们只是暂且躲避 等伤好了之后 再跟他们一决刺凶 这也不算损了威府 对不对 张少侠说得是 小赵 带少侠先进密道 请 好 走吧 各位前辈 大家一起走啊 张少侠 你们先去 我们随后便来 各位前辈 我并非明教中人 但也曾和明教 共过一场患难 算得上是生死之教 我又岂能抛下各位 贪生怕死 自行去避难哪 少侠误会了 可能张少侠有所不知 明教历代的规矩 光明顶密道 除教主一人之外 其余教众不得入内 善闯者死 但是你与小赵不属本教 所以不用遵守规矩 请 各位前辈 如果我们再不躲避的话 只怕敌人攻上来之后 明教上下无一庆免 这不可入密道的规矩 难道就不可以改吗 能 除非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教主命往的坚决 这样就不会坏了规矩 大家说可否 杨伯伯 我年轻时浅 何德何能担此重任哪 更何况 我太师父再三告解 命我绝不可申入明教 我已答应他老人家 绝不可失言哪 无计 外公的话 你总要听吧 外公 我知道 虽然你跟外公 不如你跟太师父亲 那也是半斤八两 今日 外公 让你当这个明教的教主 好了 现在外公的话 和你太师父的话 那就相互抵消了 你谁的话都不要听 至于说 你当不当这个明教的教主 你自己决定 外公 再加上我这个舅舅 这样 总够精良了吧 对了 当年杨教主 曾留一封书信 我从命道中带了出来 杨教主的一命 就是让我义父金毛十王谢训 散射教主之位 你的义父是谢训 你 这就更好办了 自古以来 子继父职 天经地义 既然谢训是你的义父 那便如同亲父亲一般 可谢训现在不在 便请少侠 完成教主遗愿 杨伯伯 暂赦教主尊位 各位觉得如何 好主意 好 好 这怎么行呢 名教生死存亡 便在少侠一念之间 杨伯伯 教主 教主 好吧 既然各位如此谈 如果晚辈再三推辞的话 便成了明教的大罪人了 就让晚辈暂设教主之位 渡过近日难关之后 请各位务必另选贤能 参见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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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吧 快起来 来 外国 来 好 便请杨左使传令下去 明教上下人等 全部退入密道 属下遵令 属下还有一个提议 不如 明烈火旗纵火阻地 将光明顶上的巫射烧尽 让敌人误以为 我们已经逃走 如何 好计则 事不宜迟 大家跟我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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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